在非洲卢旺达 作为全村首富 最近花了33,400卢廊 建了一个中国土造 并向前水晶 在网上发了个视频 含了点小火 但引来了很多争议与差评 老家是河南农村的 但从我记事起 我家里也没有过土造 我不是做建筑的 不是建土造也很正常 难道建土造是一项必备技能吗 这也是请到建筑工人 第一次建土造 修建的有问题不完美 也很正常 土造内部用了土砖 但为了尽管美观 四周刷了水泥 镶嵌了水晶原石 造材贴了瓷砖 网上众口难调 我自己的土造 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炉堂内部 是用了大量沙子 混合少量水泥抹了抹 土造说了做饭很多次了 也没有炸糖 另外 稍后的燃料是木炭 不是木柴 木炭予以燃烧 火力大烟灰少 罗有烟道 没有建烟囱 因为烟灰很少 土造的构造是有点问题 但日常 亡想可以日常使用 在网上 人人都是专家 个个都是能人 我只是真实分享 我的非洲生活 欢迎又好讨论 但有时却会招来一些冷熬热讽 和恶语相向